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 我是鹅官长 今天我们来最新一期的辐射76CAMP导览 在前段时间呢 我对我的这个SELS 93 南93号这个Camp 进行了一个完全的重做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看 重做以后的Camp会是怎么样 我每一次都管自己重建以后的Camp 叫做终极Camp 而且我每一次都认为 没有可以改的地方 但是呢 事实是恰恰相反 我们每一次都能找到 能改进的地方 这一次呢 我们在门口 首先呢 是放了两个这个瞭望塔 其次呢 把门口设立了一个小亭子 作为这种安保亭 然后我们把整个Camp的 主楼结构完全重做了 大家马上就会看到 首先这里呢 就是入口部分 入口部分非常显眼 有两座瞭望塔组成 并且还有我们的 宇航员 这个宇航员女士 宇航员指挥官 在这里当做这个 保安啊 是不是都委屈她了呀 当做保安 我们现在看到呢 是在辐射风暴下 我Camp的景象啊 可以看到这种 还是很有安全感 是不是有这种砖墙 进去以后 这种小灯啊什么的 看着非常的温馨 这里呢 就是我们重置过以后的主楼结构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基本用的是个鬼屋走廊 然后让它衬托起上面的建筑 并且在尽头呢 是我们地难所的这个地下入口 上面我很喜欢做这种层层叠叠的建筑结构 我这个Camp呢和之前一样 我也是想打造一种聚落的感觉 就是不只是一栋单独的房子 也不是一个亭 也不是一个洋馆 而是说是一个那种小小的小村落 小聚落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用了很多独立的那个建筑结构 没有把它们说全都连在一块 中间有这种走廊啊等等东西组合 并且呢 这个地方还自带两个NPC 比如说一个劈柴的NPC 下面是变弹所入口 而上面呢就是我们我家 就是这个主楼的入口 在主楼的尽头呢 是这个动力甲维修以及变电站 可以看到这阳台上还有雨水收集器啊 这些东西 就我想保留一种看起来废土 但是不乱 就是不是像掠夺者那种破破烂烂的风格 而是说有一种认真的打造的 用已有材料认真打造的一种感觉 如果我们切成第三人称 从入口往里走 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这两个瞭望塔还可以非常的显眼 有这种地标指引的感觉 进去以后呢 左边是Commander Dagell的安保亭 右边呢是我们的机器狗窝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树啊 这个阳光透过树梢和瞭望塔 这个体积光照在 这个这个这个的丁达尔 丁达尔不是丁达尔照在地板上的样子 我们这个视频里会包含不同的天气 现在这一天的是这种多云雾天 所以可以看到丁达尔效应非常的明显 我们继续往里走 就来到了这个内部 这边有围墙 全方位的是围墙 非常的安全 可以看到这个各种建筑的组合 临次置笔层层叠叠 劈柴的劈柴 机器人调要的调要 所以其实NPC对于我们的CAMP来说很重要 它增加了一种生气在里面 就不是空荡荡的 而是有一条狗 一个队友 两个NPC 还有个NPC在那工作台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CAMP主要的氛围的几个结构呢 就当在接下来 大家看一圈 首先我们往右看 右边呢 就是一个这种小通道 首先右侧有这个一个花车 左边放蜂蜜的 还有一辆破旧卡车 还有这个原本自带的建筑车库 而上方呢 则是一号瞭望塔的这个入口 后面呢 则有一个废弃飞机 飞机残骸风力发电机 每到雾天 其实每个天气这个CAMP都很好看 事实证明 只要你CAMP 你CAMP自己看得顺眼 无论它在什么天气下都会顺眼 这边呢 是一个飞机矿井避难所的入口 也就是我们避难所大门的所在地 如果大家之前看过我避难所视频的话 就知道我避难所大门是在飞机矿井 但是接下来我们也会给大家出一个专门的避难所导览视频 其实我好像半年前就说过这句话 但一直没有做 这边有一个外部的这种走廊 上面还有一个篝火 转过来以后 就来到这条小巷 这条小巷 左边是餐厅 右边是浴室和义务室 正前方呢 就是我们的主楼 还有酒吧 工作台等等 我特别在这个车上放了一个这个甘草堆 我觉得这甘草堆特别的合适 这边上面放着我们丰盛的食物 还有一个一口这个炼药菇 烤鸡蜡烛酒杯 都非常的温馨 接下来我们往右看 右边这里呢 就是一个动力甲展示台 我这套动力甲是混搭动力甲 它的左右手分别是垂直守卫 左右腿分别是居民治安委员会 胸甲应该是钢铁军具会再生的X01 头是地狱猫 然后这个背部是垂直守卫 我这套动力甲女生 在这套动力甲的边缺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走 现在天气可以看到来到了西洋西下的时刻 阳光透过这一切映照在大地上 我们的CAM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去 可以看到三栋豪宅 我们是在灰堆和野人岭的交界处 离灰堆还有一段距离 应该是野人岭 因为大家看地形看得出来 那三栋豪宅呢 就是灰堆地区以内的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俯视图 这是主楼的俯视图 从房顶看过去 我们的这个瞭望塔上呢 还有一个全息地图 平时可以在这里规划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工坊和温室 底下呢是这个地区自带的温室 上面这里是就是我的主楼 一楼是这个温室 温室这里它种了一些这种变种谷 并且大家注意看到后面的话 其实我把那边的门也用铁丝门封住 而前面这里的一个露台就用做了工作台 接下来我们看到酒吧 这个camp的预算呢 已经是百分之百了 我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有别的想法 但是无奈我已经什么都加不下 这个预算导致了 比如说我本来就打算酒吧加个那种小 小吧台椅然后一个小吧台 但是预算不允许我这么做 这边是我们烹饪的地方 还有酿酒的地方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 可以看到在点点烛光之下 我们这个温馨的小小聚落 批柴人还在批他的柴 这上面有各种果 牛油果香蕉啊苹果啊 这边是我们的后门 就在酒吧的旁边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独立的一栋建筑 是医务室 医务室有消福门 还有一个治疗 治疗疫苗注射机组成 再接下来我们左转 可以看到这里放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外星人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来 反正我们把他从他坠毁的飞船 我下边呢 把他从他坠毁的飞船拖到这来 然后给他挂上了他们的外星液体啊 可能是盐水 不知道 反正就让他等着在这里 这边是我们的卫生间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呢 就有一个完整的大house 对吧 咱们在废图打拼了这么多年 两年了 两年多了 1700 1800个小时了 咱们也得有个自己的家 对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客厅部分 墙上打满了这个参加PTS 也就是测试服 赢得这些横幅等等的 这客厅呢 将比上次是很挤的 其实以前 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的room tour的话 这一次这个呢 看起来 哎 不是看起来 实际上就是很宽敞了很多 因为我把客厅的面积 实际上是拓展了两倍 两倍 放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在这种小小火炉的映照下 这种暖光真的是让人无比的温暖 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小鳄鱼雕像 这边还放了一架钢琴 还有一个感恩节展示柜 展示一些稀有的物品 上面配上了一盏小小的黄色的灯 整体气氛非常的棒 这里就是我们这一赛季刚解锁的那个骑士装甲 放在这里非常的好看 我们的天花板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天花板灯 天花板电扇提供一种动感 特别当阳光穿过它的时候 这边还有一个鳄鱼吹泡泡机 隐藏在天花板角落 介绍我们去卧室看一眼 卧室这里全是玻璃天窗 可以仰望星空 星空我的星空 星空我的星空 这里是这个小书房 还有一个小小的椅子 这边放着我避难所科技大学的毕业证书 大家如果暂停注意看这个毕业证书上的话 其实是有课的 有各种课 Hunting Guns Guns Gardening Soccer等等全都是满分 可以可谓是真正的实相全能学霸 这边是我们从51号避难所搬过来的监管人椅子 相当的舒适 那叫一个人体工学 这边室内我们采用的是地毯 因为卧室用地毯挺舒服的 然后客厅我们用的就是大理石和砖和地砖 这边有一个这个小蓝色复古未来 黄金沙发 50年代沙发 就非常的好看 这里还有一只机器猫猫 一样有壁炉 对壁炉这个东西真的是爱不失手 这边我们还养了一个 在抬灯里养了一个鱼 以及有只小鳄鱼趴在床上 这个天窗是可以开的 我们这边只开了一个 这是从动力甲工作室望出去的景象 在深夜里 这是从城墙外啊墙外望进来的景象 这是从远处的荒野看我们camp的样子 就感觉这是这种废土中的一个温暖的避难所 一个庇护所 一个安全的地方 文明之火 你在哨塔里面一定要放这种暖色灯 因为效果是非常棒的 大家也看了 这是探照灯 这个好莱坞地板灯当作探照灯的话 照得能很远很亮而且 平时呢 我们还有盟友就可以在塔上站岗 那么这就是这一次的camp 到达 这里面 West Virginia Rod and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se Take me home Country Rose Take me home Country Rose